跟我一起事前准备吧 是我每天上班的常规日常 病人牺牲之前 我们都要先架好人工肾脏 架好机器 接上管路 接上生理食盐水 测试机器 排除管内的空气 在病人进来之前 我们都有很多步骤需要事前准备 除了架机器之外 我们还要准备帮病人打的针 还有有些需要用纱布 或是OK泡之类的 当病人进来之后 他们就需要先去秤体重 计算今天预计要脱的脱水量 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好奇 洗肾室里面长怎样呢 以前都觉得洗肾室这个地方 是医院里面最神秘的其中之一 很多护理伙伴 在转换跑道的时候 也会考虑洗肾室 这是特别的专科 所以他有一些制度 跟其他的病房不一样 上下班规律 做的事也没有那么多杂事 看一下自己的服装仪容 戴上我的防护罩 走吧 开始上针咯 然后再做一个转换的 然后再做一个速度 呢 然后再做一个转换的